位在七堵区民的一路和自治街口的七堵邮局前面 有一座老旧的公车后车亭 不但秀实严重 椅子还是长木板座椅 由于这里已经成为七堵区中心最热闹的地方 因此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邀及市政府交通处长王震宏 以及相关局处区公所和七堵邮局人员一起会刊 将争取经费或是由民间任养新建 设置兼具美观又可以遮风遮阳避雨 全新的公车后车亭 方便民众搭乘公车 公车亭已经非常非常老旧了 那我也极力的争取 跟我们中华邮局这边极力的争取 还有我们就相关单位 希望能够帮我们这些乡亲 争取到一座很舒适的一个公车亭 我想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随着高龄化的一个社会来临 老人他们的这个就是年纪大了 他骨头比较不好 我觉得是要给他一个舒适的一个 一个就是环境很重要 所以我今天就是邀请相关单位 到现场来会宽 应该是大致上没有什么问题 希望说未来我们七堵这座 是我们代表性的一个公车亭 也这个增加我们这个整个社区的一个美化 谢市长参论以后 那积极推动我们全基隆市的后车亭的改建 以及引进我们民间公共协议的部分 透过民间的企业来任养我们后车亭 那属于我们跟民间一个合作 那目前在基隆市区 已经推动三座一个企业任养的后车亭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在我们杨副议长的协助之下 那我们特地选定我们目前在邮举这一座 是属于七堵区 我们将推动做一个示范的一个后车亭 那也引进我们相关企业来任养 另外旁边也有一个电信公司的电箱 也将协调迁移或是美化 而电箱旁边还有一个老旧的公告栏 背面被塞满垃圾饮料罐以及烟蒂 也将调查清楚所属单位后 一并规划拆除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